5月24日,四川成都双流区人民检察院发布情况通报,针对网传民工敦检察院墙边吃饭遭保安驱赶一事,我院高度重视,立即开展情况调查。 经调取监控,走访问询,对现场情况进行了核实。 5月23日11时30分许,一建筑工人在我院大门左侧机动车道边席地进餐。 我院执行保安发现后,劝其到检察院围墙边人行道阴凉处与其他工友一起救餐。 确离过程中,双方一误会发生言语争执,随后该工友到我院围墙边人行道阴凉处正常采用。 事后在我院走访未询过程中,双方解除误会,互相道歉并达成核解。 我院针对该事件暴露出工作人员管理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,以对相关人员进行的批评教育。 下一步将全面加强教育管理,逐利提升服务意识和沟通技能,坚决度决对此情况发生。